日前曾志偉就被指去日本北海道旅行自家游發生交通意外 及迎頭車相撞 據說日本警方禁為曾志偉做酒精測試 與曾志偉坐駕相撞的是7人車 車上面包括香港警務處刑事及保安處處長李志恆 李志恆頸部受傷已接受手術 而與志偉同車的一位現年40多歲女伴 是曾於無線擔任化妝及髮型師的Fanace Lee 現在為曾志偉做資人助手及化妝師 而志偉女女曾寶怡的經理人回覆 寶怡已與爸爸通過電話確定在當地遇上車禍 但人就沒事而兒子曾國祥都指並無大礙